中华语当红运指标第一名韩庚 得票数5055票 得票率35% 入学旅游将参与创作第二张新专辑 确定出席龙年春晚 怎么样听到韩庚的名字 你一定不会质疑这超高票数 涌夺第一的好成绩了 今年忙于拍摄电影 在音乐方面却迟迟没有动静的韩庚 终于给粉丝们带来了这个好消息 有可能会去参与创作 那音乐的风格呢 有可能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在内地 在国内几乎都没有 新的一个取风的感觉 同时继去年央视 突年春晚上韩庚和董洁表演的 开场歌舞《回家过年》 获得了最受欢迎节目投票的 继绢成绩后 有报道称 龙年春晚导演组再度向韩庚董洁 发出了邀请 两人将以合唱的形式 一起登上龙年春晚的舞台 不过面对媒体的镜头 韩庚虽然表示确定出席 却对细节首口如瓶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签了合同 保密不让我说 对 就是罚款 要是比较 你也就罚钱挺多的 我的演出非常美了 一直忙不停的韩庚 最近也前往泰国 宣传自己演唱会的DVD 而本栏目也是独家跟拍 并录制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 想知道更多关于 这伟人气王的最新消息 那就得密切关注我们节目了 好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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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